大家好我是Ray Ma Samsung在2020年剛剛推出了新的旗艦電視系列 當中有8K款都有4K款 8K是Q跟800跟953位數字的型號 在我面前這盒是Q95T Samsung在4K HDR10 Plus的電視上最高級的型號 它是QLED量子螢幕電視 也擁有Direct Full Array LED的技術 在暗位和光位的對比和黑色的純淨度上 做得比起普通的LED電視QLED電視更加出色 事不宜遲開箱裝上電視位置 看看螢幕畫質和設定的面板操作 未開箱已經很期待 它完全是平面的設計 很簡潔很方正的電視 第一個值得提到的地方是 這次的L-Shape或Z形的底座做得很簡潔 有設計感之餘 很貼心的 很薄窄 大概10吋的電視櫃都放得下 我自己以前用過上一代7 Series的Samsung電視 底座很寬 另外Samsung把所有機身插附搬到一個 One Connect的類似TV box插附 上面有所有服務 以及電源的輸入 電視電視輸入 AV-IN 以及有Digital Audio output是光纖線的輸出 有LAN線上網 以及有4個HDMI 而最右邊有One Connect的連接插附 而在機身的側邊有兩個USB-A插附 所有插附搬到One Connect上面 然後直接在電視上只有一個One Connect的插附 然後一條線輸出 駁回電視櫃下面 或者掛牆的話只有一條線 簡潔乾淨很多 可以做到現在整個電視櫃 沒有任何電線在最頂那層 再加上本身Q95T的設計 它有窄邊框 以及很方正 靈角的直角線條 也有金屬邊框 整個機身的厚度就是螢幕的厚度 也是很薄窄 而且是金屬感強烈 本身螢幕的邊框在不穿螢幕的時候 整塊黑色是很震撼 而在開螢幕後 其實它本身的邊框也是很薄窄 而再遠一點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好像一塊畫紙一樣 掛上牆的話 相信效果會更加震撼 現在我放電視櫃 其實是適當距離去看 已經好像沒有邊框 四邊都很窄 再加上Ambient Mode 真的變成像一塊智慧場子 包括這個例行的功能可以在指定時間 例如7至9點早上播出一些早上的早上的訊息 又或是下午1點至5點有下午茶的柔和氣氛 櫃子 再到11點至1點凌晨就有其他的櫃子 讓大家舒緩情緒睡覺 一塊很浪費電但漂亮的場子 至於另一個很實用的功能是AirPlay 我自己去年用過上一代的7 Series的Samsung電視 當年的AirPlay 其實我講過是不可以用來剪片或看電影 但這次這個出奇地是我播片或操作的時間 那個流暢度順了很多 穩定了 直接把手機的影片和照片放到大電視 一群朋友一起看 再加上窄邊框漂亮的螢幕也很震撼 甚至我可以用手機播放YouTube 直接串流到電視 用YouTube App 也可以在MacBook或iPad上 把畫面直接串流到電視上 然後直接操作 就是把電腦的版面放到更大的螢幕上操作 這部55吋都有65吋的選擇 這次雖則沒有到60fps那麼順滑的完美流暢 但其實經過新一代這次AirPlay 它已經可以做到我看YouTube或其他網路電影的片源的時候 其實它都可以做到有累近30fps 很可用的可以看片 或者去剪片也有很低的延時 也做到對嘴的效果 整個體驗是順滑了很多 是真的可用的 看電視也可以的用來 另一個順滑的是這次的remote control 繼續是用這個用三星電視都似曾相識的remote 它不需要對著電視就可以遙控的 還有很靈敏的操作 值得留意的是它的操作系統並不是Android TV 而是三星自家的Tizen OS 但它用Netflix或Amazon Prime Video等等 都是很流暢的 另一個比較奇怪可惜的地方是 並不支援Dolby Atmos和Dolby Vision 它用到三星自家的一些引擎去調製這個畫面 配合第二代新一代的4K quantum processor 它能夠透過AI用高解像度的提升 無論是所有的片源都能夠接近4K解像度的畫質去觀賞 這個處理器能夠自動分析輸入的來源 然後減少圖像雜訊 修復遺失的細節 並將這個物件和文字的邊緣銳利化 看回我之前去旅行用自己手機拍的旅行片 在這個電視上看又更加生動乾淨 它不支援Dolby Vision 的確會令到我懷疑在看電影Netflix或Blu-ray的時間 可否看到製作人本身腦海的畫面出來呢 但事實上在我肉眼觀看的時候 它支援動態模式 很銳利 偏冷色調的白平衡 適合看運動賽事 賽車那種 而標準模式會是比較平衡 也有比較鮮艷討好的顏色 看電視劇 看YouTube 或看電視劇 都可以 自然模式它的膚色和對比度 會比起剛才的標準模式更自然柔和一些 而最後電影模式就整塊螢幕會暗了黃了 有電影感那種白平衡 其餘的基本設定還可以一件快速 在機身內建的喇叭和光纖線輸出之間切換 而說到機身內建的喇叭 它支援主體追蹤環回聲效 OTS 可以透過追蹤每個動作的音頻 然後藉著專用向上發射和向下發射的喇叭 能夠追蹤著物件 好像是它本身正在發聲 而值得要提的是今次支援Q合體交響音效 可以在支援的Soundbar把前面兩側和向上的發聲單元 和電視本身兩個頂部的揚聲器結合 做到一個更加有臨場感的環回立體聲體驗 大家在選擇這個電視時間可以配合Q系列的Soundbar 就用到這個功能 而至於再補充針對畫面更深入的專家設定 首先它的設定版面今次新增在Before & After的展示 然後再有光亮度對比度 清晰度 色度 色調的設定 也可以有圖片清晰度的設定 就是Motion Blur的功能 在自訂裡面大家可以選擇有蒙糊消滅 震動的消滅 可以令到螢幕畫面上的震動 或者不穩定的跳動減少 LED動態清晰 可以令快速移動的物件更加清晰 也可以有降噪自動張雜訊 或者閃上這些問題消滅 然後有局部調光 因為這次用到Direct Full Array 它的背光燈有很多不同的Zones 能夠做到更精準的局部調光 也有對比度增強器 在開低和高的時候 明顯比起關掉了 螢幕是光了 光處是鎮定很多 對比度是強了 局部調光調度高 動態調度高或低 整個畫面會跳出來 很立體生動 然後還有色溫調教 有四個預設標準 最後面更深入的Gamma 也可以給大家調教 至於螢幕面板本質 支援4K解像度顯示 以及100%的DCI-P3廣式域 也支援HDR10 Plus 2000 它的光亮度最高達到2000Nits 再加上Direct Full Array的技術 它在螢幕背光燈上分了很多不同的Zones 然後按照延長環境和畫面需要 才是開啟或關掉這些背光燈 令到光位和暗位的準確性更加高 畫面的暗處更加純正 以及光處它本身這麼光的螢幕 令到螢幕看起來對比度非常大 整個畫面好像跳出來 再加上剛才的Motion Blur的圖像清晰設定功能 能夠將這些我本身用手機30fps拍的畫面 它提升到接近有4K解像度很清晰 之餘也是因為Motion Blur 它有一種類似接近60fps的順滑體驗 本身這些影片我是30fps拍的 但現在看起來它又很順滑的 Direct Full Array技術再加上很光亮的量子螢幕 以及加上100%的DCI-P3的色域 以及Quantum Processor 4K的顏色和銳利度的調校 令到畫面看起來即使是YouTube影片 但看起來已經很漂亮 很生動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全程到目前為止 我都是開著燈和窗邊日常拍攝 但螢幕看起來都很乾淨 很漂亮 沒有太明顯的反射 一來這塊螢幕達到2000Nits 真的超級光 少許的反射不會太影響到畫面顯示效果 另一個我發現到是它表面螢幕的塗層 它既是有反光鏡面那種很黑純淨的感覺 乾淨的感覺之餘 在表面上有輕量的霧面磨砂的處理 但它又有鏡面效果那種很銳利很通透的感覺 這個電視無論是全黑的時間去看 還是全屋的射燈或在窗邊去看 畫質都是一流的 再看到現在的動物和樹枝的細節 無論是銀色還是銳利度都真的佩服Samsung 再加上今次的Quantum Processor 4K 還有這塊漂亮的螢幕面板 100%的DCIP3 其實現在我只是拍攝螢幕 但它真的是耳架亂真 還有黑色邊位大家看到它真的很黑很實正 有Direct Full Array的電視 跟之前沒有Direct Full Array的那些 真的相差超級遠 如果你用那部電視沒有Direct Full Array技術的話 真的值得升級 最後當然它的可視角度也是非常滿意 即使是大角度傾側都不會太明顯看到 泛白或淡色的問題 趁得起它的身價 而說到它的身價官方定價55吋是27980 而65吋是37980 到這個價位很多人就問我QLED還是OLED好呢 我自己的看法比較兩體 如果OLED它真的全黑的黑色顯示比較純正 在全黑的房間或暗房之間做家庭的家庭影院 真的適合是漂亮的 但OLED電視長期使用5年10年 它的光亮度衰減和燒印問題 始終值得留意 反而今次這個QLED電視 Samsung官方是有10年的保養 很有信心10年都不會有燒印 加上2000Nits的光亮度 在抗反射圖層上看到Samsung下了功夫 即使我家是很多射燈和光源複雜 下放窗邊的環境 日常去看電視都可以有高級的享受 雖然QLED電視有背光燈 唇黑的顯示不能做到OLED那種完全黑色 但今年新一代有Direct Full Array LED電視 其實暗位黑色位的對比度已經做得很出色 但也值得注意Samsung這款電視 也是不兼用Dolby Vision 看電影原色和完全還原製作人老海的畫面 我有一點保留 但在肉眼觀賞它的螢幕顏色是很好的 調校得很漂亮 這就要視乎大家去到電器店看到實物 覺得喜不喜歡這塊螢幕電視的調色 如果覺得適合口味的話 這款Samsung Q95T的QLED電視 無論是光亮度 顏色色域 或是畫面調校 銳利度的顯示 Motion Blur的效果 以及整體整部機的設計 再去到完善的AirPlay功能 都是配得起這個新價的 今集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即將有更多的真無線藍牙耳機測試 以及其他電影產品 包括手機的發佈資訊和深入評測 下次再見